今天所内又传出了贪毒所汇的案件了 这回是台北监狱内两名管理员 涉嫌把烟酒 槟榔等等违禁品贩售给收容人 一个月的收入可以有十多万 而这又花钱买特权的收容人 除了包括有天道蒙的大哥之外 涉入绷恰恰光碟案而入狱的艺人 郭贵宾也遭到检调借题侦讯 高耸的监狱围墙内再传贪毒弊案 桃围监狱一名郭姓教诲师 过去在担任台北监狱管理员时 联合另一名无姓同事 多次夹带违禁品包含烟酒 槟榔 色情书刊 手机等等 在监狱内贩售给受刑人 说人就是非常的聪明 就是说他会利用 这个杯胆跟杯面的这个空隙 去藏违禁品 他会把这个杯胆拆掉 把整个杯胆拆掉 拆掉这里面就可以藏违禁品 教诲师不法利益运入十多万 甚至还放话 只要想过得轻松找他就没错 正是因为行径太过嚣张 才会被检掉钉上发动搜索 郭教诲师这个案子 是发生在台北监狱 他是担任管理员的期间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觉得蛮震惊的 违禁品壁案检到寻线追查 发现绷恰恰光碟案入狱的艺人郭贵斌 和天道蒙大哥 都是花钱买特权的受刑人 尽管两人都不承认 但依旧遭检方借题征讯 要查查监狱内的好日子 到底是怎么来的 明时新闻赖国斌 陶遇报道